第一站庶民美食 越南法国面包 口味多样又具独创 从透明玻璃窗 可以看到满满的食材 看得我口水都要滴下来啦 而且这边可以直接看到制作过程 吃起来更安心哦 点餐的时候呢 可以选择切半或是不切 半个份量其实对女生来说 非常的足够 招牌是越南最道地的传统口味 里面有烧肉跟火腿 虾爹牛肉 牛肉本身就有调味过 味道十足 推荐给喜欢众口味的朋友哦 法国面包咬起来非常的酥脆 真的好好吃哦 法国面包旁边就是天天馒头 一定要买来吃吃看哦 天天馒头创立于民国38年 到现在已经营业超过70年咯 一颗只要5元 真的是超级佛心的价格 外酥又带点嚼劲为Q的口感 搭配红豆内馅 甜度很刚好哦 真的是越吃越帅气呢 那当然这可是许多在地人记忆中的好味道哦 第二市场中的老赖红侠可是创始店 不过创始店这里的饮品是没办法调整甜度的 无糖人就请找其他饮料店哦 好喝 对面就是学食大牌长龙的王纪菜桃柜 口感绵密的菜桃柜搭配独家粉红辣酱 再喝一口老赖红茶就是绝配好滋味 25元猪血汤呢料非常的多也没有腥味哦 过关 接下来我们买了市场内的人气漏灶饭 分别是蓝漏灶、山盒、聪明、李海 晚点我们回到饭店再评比啰 第四信用盒作社 外观保留老旧银行金库的特色在整届 创造出时尚和老建筑的交错美感 让老式建筑摇身一变成为热门打塔经典 你要跟往事干杯 对 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看起来 光明蛆淇灵 口味就有60多种 还能自行选择冰品的配料哦 哇 每一份冰品都有附贈一块日出的凤梨酥 呜 这块花瓶真是好看又好吃 吃完冰别忘了拍上几张美美的照片哦 马路连嫩仙草创始店 每周五都有特惠家哦 记得一定要词看看OQ哦 想到胡瑞珍就想到他们家的人气三明治 店内有各式各样的口味 有草莓 起司 全麦 火腿三明治 我最喜欢的就是起司咯 非常适合当小点心或是伴手禮哦 这是我们今天要入住的直光花园酒店 这是由纽西兰建筑师事务所 Fair & Hay超刀设计 外观保留50年老建筑原始样貌 Lobby等待区试用大型水泥块砖 搭配冷色调的座墊 提高整体的氛围质感 天井的空间顺应着光线与斑驳的水泥梁柱 映成出直载的布局搭配 这是直光花园酒店的最大特色 后方还有户外空间 可以在这里聊天享受日光浴哦 24小时无限量供应饼干点心 可以带回房间享用 这里竟然还提供红白酒无限倡饮哦 就很适合我们这群酒鬼啊 嘿嘿喝起来 因配合防疫我们自备的行酒壶带回房间里喝 绝对不是因为懒得走路哦 为响应环保每一层楼都设有饮水机 带您开箱豪华双人房 这是所有房型礼品数最大的哦 一进门看到的是复古的沙发 好适合在这里拍几张照片哦 快点帮我拍 换我换我换我哦 电话板和桌子都保有原型样貌 搭配木质橙色增加温馨感 好划双人房的阳台空间非常宽敞 想象坐在这里烦恼全都抛开 真的超chill 这是我们今天要入住的试人房 以特色酒店来说空间还蛮大的 一体成型的桌面及洗手台显现出俐落的设计感 桌上有几张简介 基本的WiFi、电视、早餐 最特别的还有床垫的介绍 另外有提供免费的洗浴用品 我很喜欢洗手台设置在开放空间 让我们使用上更加方便 第一间蓝肉燥 肉燥吃起来甘醇咸香 米饭粒粒分明 甘甜的滋味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蓝肉燥我们给五颗心 第二间厉害 肥肉香煎的肉燥软滑不腻口 搭配烟瓜一起吃 口感更加升级 吃起来特别过瘾 厉害我们给四颗心 第三间聪明 肉燥半熟至重要香气付别人来 咬上一口稀薄酱汁的米饭简直完美 但米饭偏软 赢个人喜好 聪明如你给三颗心 第四间三盒 最佳的瘦肉居多 入口就可以感受到肉燥的咸香 还有微微的焦脂 搭配腌萝卜 一整个就很刷水 三盒我们给四颗心 萌萌我想开喝了 早就等你揪了 喝的有点玩虚了 我们明天见啰 晚安 大家好 我是小编 因为零零隆隆还没起床 由我来为大家介绍早餐 早餐原本是buffet 因因疫情改为个人套餐 并送到门口 方便在房内享用 这个是帕马生套餐 这个是bagel套餐 介绍完早餐 我要来叫他们起床啰 天哪 我真的起步来 这个床实在是太好睡了 彰化传承三代 五十年老店 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不相信 来睡睡看就知道咯 直观花园酒店 位于台中市的中心地带 紧邻台中火车站 并临近一中商圈 第二市场公园眼科 是许多人来台中旅游时的 住宿口袋名单 也是IG上火红的打卡经典之一哦 其实我啊 很讨厌下雨天 但是直观花园酒店的天井设计 让我很好奇下雨天的样貌 我非常期待再次的造访 谢谢直观花园酒店的邀约 让我们可以体验到 不同的台中之美 非常推荐大家来住宿看哦 喜欢我们的朋友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们 那我们下期见哦 拜拜 我们下期见 再次吃 我们下期见 我下期见